佛在十善业道经上告诉我 行善 面善 行善 这是菩萨 远离一切世间苦的秘诀 生活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 决定不能有伤害众生的念头 为什么 伤害众生的念头是啥意 虽然你没做 你那个心里的啥没有断掉 要学到什么 心里不起的念头 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 都不会有伤害众生的念头 这才能做到 不偷刀 必须要做到 一切境界里头 决定没有占 占人便宜的念头 为什么呢 占别人一点点便宜 那是道心 你虽然没有头道 你念头没断了 念头上断才行啊 那不盈喻也是这样的 从念头上没有啊 这是真的 凡夫 业力来的 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有傲慢的态度 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 亲满别人 亲满众生 蚊虫蚂蚂蚁 没有看在眼里 那也是菩萨了 那也是未来佛 怎么可以不攻进 我们对他攻进 他对我们攻进 现在确实 跟这些动物 植物相处 比跟人相处容易啊 我们在澳洲 院子大嘛 种菜 我们用原始的方法来种植 没有农药 没有花肥 小虫会吃菜 我们跟他商量 画一个小区 那个小区 专门供养小虫 他就到那边去吃 各比 一个虫也找不到 我们有很多果木树 也指定几棵 供养鸟的 鸟就在那边吃 不是指定的 他都能够遵守 他不伤害 留给我们 这动物 动人情 受法了 他能吃戒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了 你很多乡下 这些农夫 到我们菜园 这层观 都会增欢喜喜 都向我们请教 你们是怎么种 养得这么好 我们给树木 花草 听佛号 听经文 我们拿这些供养 他回报的好 实在说 我们做的还不够 我们没有做宣传 我们没有做宣传 应当要做 让许许多多 这些农夫 看到之后 不要用花肥 不要用农药 伤害 小虫 你伤害他 他回过头来 伤害我们 命运相报 未完没了 我们用善意 带他 与他共存 共存共荣 我们照顾他 他也会照顾我们 他也懂得报恩 应该要普遍去介绍 去对广 大师这里的一句话 讲得好 众生望之 知识 不是真 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不了解液体 从望而生 大臣经里面讲得很好 凡所有相 解释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这些经文 老同学 听到耳熟 也都能念得出 就是没做到 不能把它用在日常生活里 顺便宜 顺境 逆境 善言 我言 六根 对待六成境界 他常常忘掉了 所以他不起作用 我们六根 顺着心的 就起贪恨 不顺心的 就起承惠 说不止 这些经文 就在这个时候 起作用 先采取贪念 想到经上讲 凡所有相 皆是絮望 那个贪恨 这叫这一修心 这叫功夫 用久了 在一切境界里 就变成自然 用清净心 平等心 对待 制止 拥护 这些 这些 是 非常 散